珠山桂林筒头等社区 今年在县府及公所经费补助下 也联合办理 庆中秋和桃园的活动 要几百位志工 花费五天的时间 制作出近七千颗月饼 准备来发送给各里的 弱势民众与独居长者 珠山社区 联合筒头社区 桂林社区 甚至社区 五天的时间 一百多个志工 忙忙做了将近七千多颗月饼 分送给三个里的 中低收入户的人 那我们希望在这个 在这个家庭里面 比较弱势的家庭 也会接受到我们的一点点温暖 直接感谢 管政府的帮忙 地方帮忙 然后让我们这个活动 很成功的推展 这些爱心月饼经由各里领回之后 也会依照公所 造车的名单来做发送 希望尽快让各里的 弱势民众独居长者 好好享用 感受中秋家节美好的氛围 很高兴 今天参与 南柳县一百一十一年 关怀弱势家庭 及独居长者的一个 庆中秋贺团圆的一个活动 那也希望说 藉由这次的活动 祝大家在中秋节都能够 非常的愉快 家庭幸福美满 然后我们拿回去的时候 会依照公所给我们的那些老人的 独居老人的名册 还有一些我们社区里面的弱势团体 来逐一来有志工来发放给他们 让这个爱分享出去 县府在每年三大节日都会邀请各地社区一起搬离 关怀弱势活动 此次感谢竹山桂林童头等社区响应 让今年中秋节更加温暖 能够带回去给我们弱势的一个朋友来吃 来享受感受家庭的气味 议长和正丰肯定活动办理的用心 让今年中秋节更充满文青热闹氛围 在此也预祝各位乡亲中秋节快乐 记者卢宇凯 竹山载房报导